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外围环境仍充满不稳定因素 不过国行对今年国家经济乐观以待 并认为2024年内 大马经济要继续增长介于4%至5% 有机会落实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国行总裁拿督阿都拉西在报告前言指出 大马经济展望乐观 而且有理由谨慎预期接下来一年表现更好 根据年报 今年内支撑大马经济成长的因素 包括外围需求改善 以及旅游业复苏 而且内需稳健仍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同时 公共和私人领域多年的投资项目 也会支撑投资增长率 国行也重申 我国经济基本面强劲 经济成长强韧 外贸也强稳 马币目前持续被低估 国行将致力维护市场对马币的信心 国行说 马币近期走势主要受到短期因素影响 如联储局激进的货币政策紧 及金融市场预期的转变等 国行已与政府合作加快资金流入 让马币适当反映我国经济基本面和前景 政府也鼓励政府相关公司和政府相关投资公司 持续汇回外国投资收入 兑换为马币 以加强马币表现 国行也加强与出口商合作 并督促他们将出口收益兑换为马币 国行相信这一系列行动 可让资金快速稳定流入 为马币提供支持 并指市场人士皆预计马币对美元汇率将在2024年升值 甚至有分析师预测 到了2025年 马币仍会继续走强 您注册了吗 说的是主要数据库系统 若您还没有注册 行动就要快了 不然你可能无法获得政府援助和补贴 经济部副部长 拿多哈尼法 今日告诉国会说 没有注册主要数据库系统者 有可能被遗漏 无法获得政府援助和补贴 他说 PADU注册非强制性 但政府鼓励18岁级以上的公民 注册和更新资料和数据 截至3月19日 有近603万 相等于27.4%公民和永久居民 已注册主要数据库系统 主要数据库系统是整合了314套 来自各机构的数据 以作为个人资料的基础 其中包括860万名爱心援助金 申请者的资料 经济部长拉菲兹 日前也促人民尽快完成登记 避免在3月31日截止日期后 因没有及时注册 而错过了政府为人民所提供的援助 接下来的这则消息 肯定是马太旅游业的一记强心针 波州政府现有一项内政部申请 延长巴东乌沙马太边境移民 关税 简易及安全关卡的开放时间 至午夜12时 旺级年关卡则建议延长至晚上8时 波州网储端雇赛费组定日前层现役 将原本从早上6时至晚上10时的关卡开放时间 延长至午夜12时 以便吸引更多游客从这个关卡入境大马 增加波州旅游经济 波州边境关系与合作事务委员会主席 伊兹瞻 昨晚在巴东误杀一所清真寺 出席马太双边关系 昌明开斋宴会后 告诉马兴社 波州政府正在深入研究 并准备计划书 预计在开斋节后提成给联邦政府及内政部 若这项申请亮绿灯 对马太双边旅游业肯定是好事 换个焦点 你若此刻身处槟城 可能会偶遇香港四名女神 上演一场美丽的邂逅 承载着无数90后青春记忆的香港女天团 Twins成员的阿莎和阿娇 香港天后荣祖儿和无限当家花旦高海宁 昨日静悄悄的抵冰 为综艺节目 因为是朋友呀第二季 进行拍摄 节目把槟城独有的文化和大自然景点 设进小荧幕 让观众更贴近的了解 这个国际旅游胜地的文化和美景 四人带着 因为是朋友啊 节目组一行人 昨日从新加坡乘大邮轮抵达 槟城瑞典闲码头后 在槟城展开两天的拍摄之旅 槟州旅游及经济创意委员会主席 黄汉伟 昨晚接待四名港星后表示 槟城再度被国外的节目相中 为其中一战 而感到开心 这有助把槟城进一步推广到世界各地 黄汉伟接受光明日报访问时说 这次拍摄的焦点 是槟城独有的娘惹文化和大自然景点 黄汉伟昨日也将与他们合照上载到脸书 并贴文表示热烈欢迎 在华语乐坛及影坛 响当当的四人行 历临槟城录制电视节目 她希望摄录团队在槟城站的拍摄顺利进行 也期待他们在槟城站的摄录节目 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槟城 喜欢槟城 拜访槟城 这节新闻给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进一步资讯 请随时访问光明日报网站或脸书 愿您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是光明爱爱主播 我们下次见